这个品种的群子,我们叫它第十六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今天把这颗生长旺盛的第十六 剪下一些枝条进行扦插 把先拌好的土填满花盆 第十六的扦插要选择刚生长出来不久的枝条 摘掉叶子可以看出叶柄根部有深色的凸起 这个就是它的根 在修剪叶片的时候尽量不要剪掉它 擦老字条不是可以更快的沉紧吗 其实老字条我也试过 当时没有沉活过一颗 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 稍微老一点的枝条上的根 基本上都是干枯的 只有嫩枝上的根才是鲜活的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第十六的枝条 会拼命往下生长的原因吧 扦插完以后喷透两次水 把它放在保湿盒里就可以了 这样扦插的成活率一般都在90%以上 喜欢扦插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外出学习了几天 对群子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特意带回了几个品种的群子 由橘红色的普通果 也有果子最大可以达到1.5公分的不知名品种 除了网络上有资料可查的品质群子 其他的品种几乎连学名都没有 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第十六 也有很多个品种 包括大叶第十六和小叶第十六 即便是同一个品种 嫁接以后果子也会更大一些 群子的品种防多 吸性也各有不同 从现在开始 我会收集整理各类适合做盆景的群子素材 把它们拍摄制作成纪录片 以便让喜欢群子的各位朋友可以随时查阅 纪录片历时预计两年 同时也期待赞助商的支持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